哎 这来了一条 这块绝对掉 不掉了 吃屎 卧槽 真烫 干完 哈喽屏幕前的各位大帅逼们 你们好 再看一下燕熙王的合成配方 今天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前往沙漠去寻找死亡如虫 然后呢 制作出燕熙王的召唤物 干掉燕熙王 据说这个boss不太好对付 之前还有粉丝给我叫嚣 说如果我能一条命干掉燕熙王 那才是真正的技术一哥 好 今天你都这么说了 如果这期视频 我真的可以办到的话 前提是绝不靠我的剪辑手法啊 那么就请你在评论区 打出我这真正的技术一哥好吧 收取一下背包 我们准备出发 希望看视频的兄弟们 能够给视频点个赞 支持一下 点赞超过2000 咱们立马更新下一期 这个生存啥都好 就是地形太多 一会是以往无际的太平洋 然后再一看呢 就是莫斯比的打森林 你们看 现在我又来到了一个非常阴暗的大山谷 好家伙中途还有不几香 哎 对了兄弟们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几种 可以吃了加血的食物啊 你看我现在的血量啊 是一排零一颗星 我目前的这个血量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我要吃更多的奇怪食物 来增加我的血量 知道的兄弟们麻烦告诉我一下 我要把这个血量给他吃到一百排 我这一路向南遇到了一个奇怪的 麦克雷 这还是个专家呀 不过这卖的东西好像不太咋地 五个绿宝石可以换一颗梦影珍珠 行 要不是看到这个麦克雷啊 我还以为这是个掠夺者的房子的 这家伙装修的花里胡哨 神秘水果 这东西吃了不知道会不会加血 好家伙 二楼还有覆魔台和凋零骷髅头颅 再看这个宝箱 我底码还挺富有啊 小赚一笔 晚上回到家先吃一个薯条 薯条也没有吃过 吃完以后血量并没有增加 寻找沙漠确实是一件比较头疼的事情 在游戏中我走了几天几夜 我真的是记不清了 反正现在呢是走到南极了 冰天雪地刚好在这里还遇到了一艘搁浅的大船 咱就说兄弟们 皮裤套棉裤它必定有缘故 这艘大船能在这里搁浅 它绝非一般的大船 来咱们上去看一下 看一看这艘船到底有什么蹊跷 我去 果然不一般兄弟们 我就说吧 这一看就有东西啊 正在睡觉的骷髅海盗 正在睡觉的骷髅海盗 这我头顶如果不显示名字的话 我还以为是具干尸呢 哎 这底下什么鬼你们看到了吗 还闪闪发光 但是我们先不要管啊 既然它正在睡觉 我们一会就叫醒它 叫醒它之前 我先给自己做一个防御攻势 海盗我可是领教过的 这家伙不得不说有点实力 不拿枪炮还可以 如果他拿枪炮 那我决定立马就跑 哦 这个家伙还会招化小弟 海盗逆尸 该说不说这小帽子挺不错啊 可是这两个逆尸好像是个憨憨 这个海盗骷髅呢 好像也是个憨憨 在我这个位置看 他好像是被卡住了 可能是身材过于高大 这没啥可说的 我直接就打了两年半 这两年半子弹都给我打没了 索性我们宝剑直接上啊 果然是被卡住了 见过海盗 没见过这么愚蠢的海盗 看看这漫船的金银财宝 这不就小发了一笔吗 兄弟们 宝箱内没啥东西啊 你们简单看一下 只有这里的金块 那是真的多 经过一间小屋 在这里探索呢 得到了一点食物 万万没有想到 找到了苹果派 吃下来之后 居然给我加了一颗心 你看我就说吧 越是奇怪的食物 它越给咱们加血量 然后咱就说 经过小屋之后 我的运气就来了 长途跋涉十几天 鞋子磨破 脚发炎 终于找到大沙漠 这里环境有点破 你们看兄弟们 这是个什么地方 这沙漠还真像沙漠 白骨成堆啊 看来这片大沙漠 它挺大呀 在这里死的人不少吧 可是为啥我转了一圈 却不见几条死亡如虫啊 哎呀 怎么说来就来了 听说这个死亡如虫 长的掉落概率 并不是很高 但是我来到沙漠之后 我没想到啊 这个死亡龙头掉落概率 它居然会这么低 那么接下来咱就说一说 这几天的沙漠 我跟死亡如虫的 你来我往 有谁能够解释一下 这沙漠里谁养的狗啊 好嘛 还是红眼睛 黑色狗 当时我一个大夜了 追着我的屁股就咬啊 他们咬我就跑 正所谓 我跑 他追 我插翅难飞 就在这生死游关的时刻 他们居然还吐出了 红色的粘液 哎 就在这小命不保的 关键时刻 老王附体 关键时刻 还得看我的好哥们老王啊 他知道我找到沙漠不容易 传送石碑还没放 万一我再死翘翘 这一趟 岂不是白忙活了 就这样 一整天的时间 我在沙漠寻找死亡如虫 大的如虫也找到过 小的我也找到过 但是这个死亡如虫乱 他死活就是不掉落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这个概率会如此之低 在此期间呢 还遇到了一些 比较奇怪的事情 就比如这个舵天使 明明就是一个雕像 我一碰他 他居然复活了 刚开始我以为 这家伙狠菜 飞在空中呢 只会白白挨打 可是不曾想 是不是有点东西 不过最后呢 他也不是我的对手 任务完成 堕落天使 得到了一些 红色的毛茸茸的东西 而且还有一个纪念碑 那么说出来 你们可能不信啊 在沙漠探索了多长时间 看过直播的 兄弟们应该知道 这个死亡如虫软呢 确实很难得到 在此期间呢 我其实还购买了 一个魔术锅 只是视频到这里呢 由于我查询了一下百科 然后视频又出现了一点问题 所以说好多内容呢 我也是不得已删减了 比如说去下矿洞 然后呢 就是购买鸡的双半蛋来养鸡 然后就是陆陆续去 来了好几次沙漠吧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了视频看头的一幕 哎 这来了一条 这块绝对掉 不掉了吃屎 我若不发这个毒誓啊 我跟你说 这个死亡如虫软 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给我掉 得到他之后呢 我自己本人也确实是 有点哭笑不得 这不差点就吃屎了吗 如果没掉的话 下期视频发个吃屎 我估计视频点赞 能破一万吗 来吧 能不能破一万 我也不知道啊 我们还是抓紧办正事 挑战燕熙王 把弹放在地上 拿搞头 给他打开 燕熙王八百多颗心 开始打的时候 我首先采取了远程进攻 但是你们看 这个燕熙王的血量兄弟们 我现在的弹弓 打他一下 他只掉一滴血 如果你打算这么跟他耗的话 那你可得准备八百多发子弹 很显然 我这次打他 我并不可能准备八百多发子弹 那么这种情况下 咱们怎么办 那么首先就肯定要跟他进战 先跟他尝试一段进战之后 我发现燕熙王的攻击力 好像并不是很强 在这一队进战中 我砍了他三箭 他把我的血量打到还剩四颗心 所以怎么说 拿捏燕熙王的方法 应该是知道了 虽然这家伙还会释放泥土 但是对我们的影响 真的并不是很大 就这样 在一次一次的硬钢中 硬钢完之后 再拉开距离 再实行远攻 简简单单 几个回合的拉扯 燕熙王很明显 已经不行了 最后我也是一发入魂 取得进度 突如其来的惊吓 为什么会有粉丝 说这个boss很强呢 我打完他之后 感觉确实是有点纳闷啊 这强吗 强在哪 我真心感觉 那真的是一般般 破碎的战石 面稀皮 OK了兄弟们 据说是很难的一个boss 竟然被我一条命令拿下 下期视频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可能要前往 该压为度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